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Cassandra 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录视频了 然后今天也是一个挺忙的一年 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呢最近能够剩下来有点时间呢 跟大家来录一个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我的近期爱用品 因为从大概4月份4月打折嘛 我就买了不少新的化妆品 然后很久没有分享了 有很多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用的一些彩妆品 所以呢如果想知道我近期的彩妆用品的话呢 那就往下看视频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是由国内的一个服装品牌 Astir赞助合作的 在接到他们合作之前 我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的 然后接到他们合作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还不是半信半疑的感觉 后来呢我就在小红书上查查这个牌子 我才发现Astir其实是国内挺大的一个牌子 好像大家中文名字叫它圣迪奥对吧 然后我看到很多就是什么毛小童啊 郭小童都给他们代言 然后我才知道哦它是个大牌子 后来我妈妈跟我说就国内 其实Astir有很多就是很大的商场里面都有它的十几点 所以后来呢我就抱这个猎气的心态呢 接了这个合作 那么现在那么他们开了这个北美的官网 所以呢如果你之前就有在圣迪奥买衣服的这个习惯 或者比你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话呢 现在就能够很方便的买到不需要转运了 看官网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黑白灰设计比较多一些 所以还比较符合我的风格 然后他们家的价位呢 其实在国内也大概是500人民币 500到1000这样人民币的一个价格吧 然后我觉得在北美的官网上也没有觉得很贵 因为偶尔可以碰到打折啊什么的等等 包括他们这次给我提供了一个折扣码 如果用了折扣码的话呢 可以打全场85折 两件呢打8折 所以呢经常可以碰到一些折扣还是比较实惠的 我觉得没有很贵 尤其是对比加拿大的衣服的话 我觉得还算是个比较适中 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价 第一个呢 就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黑色的一个毛衣马甲 这个是我这次挑了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针织的一个马甲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排鞋的这样一个扣子的一个设计 我最近其实还挺迷一种小马甲挺火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马甲穿最好看 就是里面什么都不要穿 就是当个背鞋穿 不要穿那个短袖什么的 我就那样就是最酷的一种穿法 实际上马甲也挺适合就是叠穿的 因为你像比较凉快的天气 你可以单出来像这样 如果你就穿了一个背心 然后冬天的时候 你也可以你们套个白色的高领啊 或者黑色高领的时候 你还是要上班穿 然后它下面这个地方开叉 又带了一点点的这种设计感 所以这个衣服我觉得是我这次选的 我就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然后它质量什么做也不错 也不扎 因为像这个地方都是皮肤直接接触 我觉得不是很扎 就完全不扎 很舒服的一个面 还挺保暖的 然后下一个呢 是一个这个白色的衬衫 因为我没有白色衬衫 我就选了一个这个白色衬衫 然后这个白色衬衫是一种长袖 稍微有一点泡泡袖吧 但没有很大 然后呢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这样一个交叉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整个面料 其实是很柔软 很凉快的那种面料 就是真的是质量 我觉得还是不是那种 就很便宜的那种 什么纤维做的那种 像湿液那种材料 不是那种的 就是它是很柔软 然后它自带一点纹路的 一个衬衫 然后这种衬衫我觉得挺百搭 它下面有个这样的一个开叉戒 也是不对称的 它左边是要比右边要短的 这个下摆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设计的 这种小心思 主要还是我觉得面料挺好 就很舒服 很软 很透气 所以呢 我觉得是值这个价格 从这个面料来讲 如果你选这个款式的话 然后这个裤子 是我觉得我这次挑的 最不满意的一件 主要是因为它太大了 因为它们家衣服 我感觉普遍要偏大一点点 因为像我的个子非常的娇小 其实买一服还挺困难的 这个裤子我来说 就属于超级无敌搭 但是它这个裤子的质量 这个就是面料本身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挺厚的 也属于软的一个质量 就不是那种薄薄的那种 看不得像塑料那种感觉 不是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 是很暖和 夏天穿不了 我觉得是冬天的一条裤子 然后它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种喇叭的 一个开叉设 就觉得很挺流行这种裤子的 然后它们在毛衣 我就这样都还不错 像我身上穿的这个毛线背心 包括我这次挑的这个毛衣 它们这样都不错 因为它属于那种 就质地做的是很厚实的 很暖和那种质地 就不是一个纤维感 那种化学成分那种毛衣 像这个时候买一个比较 挑了一个比较基础款的 一个灰色的毛衣 它们家就是黑白灰很多 然后都是那种比较酷酷的那种风格 但又带了一点女性化的设计 然后这个毛衣上面 是用这种白色的这个毛 那这个衣服 我觉得它的质地的话 会有一点点扎 然后它这个毛 如果你碰到一些棉的材料 可能会有点掉毛 但这个衣服本身是很柔软 很舒服 而且是很厚实 很厚实那种面料 就是很结实那种面料 夏天穿裙子呢 就是很方便 不用考虑上下怎么搭配 然后又会给你一种 又会给人一种 你很时髦的感觉 它们家就有很多这种 异形的纱裙 包括比如说像一个棉的裙 然后外面再裹一个 什么不同形状的那种纱 有很多这样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平时喜欢穿纱裙的话 它们家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款式 然后就挑了一个 比较夸张一点的 因为平时我也不会买这种衣服 但我想说 既然它们可以赞助我的话 我可以选一些 平时我不敢尝试的风格 所以这次我就挑了一种紫色 它也是一种比较酷的颜色 就是灰紫灰紫就比较冷色点的一种 比较酷的颜色 它是一个这样的紫色 小碎花的一个纱裙很长 这个得上绅士 因为这么举起来 其实看不见它的剪裁 它里面是戴内衬的 所以完全不用穿内衣 它们家普遍质量什么 我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会有那种 就是穿不出门的那种 那种情况发生是很少的 还有一个这个小紫色的外套 这样子是一起卖的 就是不是我自己单独买的 但是它就是捆绑在一起卖的 这个紫色的外套我也喜欢 它是一个特别薄的这种 就是很透气的这种材料 然后很舒服很软 就是弹性也很好的 质量是很好的 上面是带了一点灰色的这个 怎么说灰色的这种染色吧 灰跟白在里面混在一起了 所以就配它这个裙子是一套的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个小的黑色的衬衫 这个衬衫是一个 这个有点泡泡袖 一个中袖的一个长 大概到这个位置吧 这个长度 然后这个棉也是很舒服 很软 这个材料是没有问题 面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衣服呢 就是一个泡泡袖的 一个小短款身衫 比较可爱的那一种 然后它下面这个地方是开叉的 就是没有扣子的这个地方是 然后上面这个领子是 一直有扣子 可以打成高领也是可以的 这身衫其实也挺好看 就有点大 它如果再小一点 会有那种就是我现在比较流行的Mary Jane的风格 但是这个一服就有点大 不太适合我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归正题讲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美妆爱用的一个分享 我想先说一下 最近就是从 5月开始吧 我一直都用了这个底妆的套组 只要我不是有正式场合 什么吃饭约会等等 那种的话 我会用我那个上次推荐过那儿小方瓶的那个粉底 不然的话 我最近都是用这个组合 最近的这两个都是很火很火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ELF的这个 Sholiturby的平替高光液 和Cosas的这个遮瑕都非常的火 然后我先说这个高光液啊 它其实是带一点底色 也带一点遮瑕 是因为它遮瑕是来自于它那个底色 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加了什么遮瑕的成分 而是因为它有一点颜色 所以呢 会有一点遮瑕的这个效果在里边 那我们把这个颜色呢 是Shade 1 好色 因为它其实是个高光液 所以你涂开 其实这个颜色是不明显的 你可能在手上 你这么很聚集的看呢 你能看到一点颜色 但实际上你涂开之后呢 就是纯纯高光液 但这个高光效果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然后因为它带了一点点遮瑕 然后又带了一点点高光 所以我觉得它直接可以当成一个底妆来用 在那种 就是如果你想要那种 类似于Tint Moisturizer的妆效 其实这个我特别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在于它的遮瑕度 其实真的还挺高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里面没有装什么遮瑕的成分 我认为 但它比我试过 那个Summer Fridays的 Tint Moisturizer的遮瑕还要高 然后它又很轻薄 它光泽度巨强 但是又属于比较自然的 那么一个妆效 实际上比Charlotte Tilbury的 那个高光的效果要弱一些 因为CT那个就属于偏金属感 高光效果更强一些 这个更是一种那种 all over glow的感觉 我觉得脸上就用了这个产品 我这地方还点了一点 其他的高光啊 但是像额头跟其他部位 整个这个脸的这个高光效果 都是有这个产品达到的 然后它也非常的好上妆 因为它里面有个超大 超大的这种Dopo applicator 所以你就直接这样 直接摔在脸上 然后拿手抹开就行了 然后你用粉底液 那种粉底刷也是可以用的 就整个就是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很versatile 你可以用它当primer 然后后面再用整个粉底液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直接把它当Tint Moisturizer 来用 然后直接上遮瑕 你也可以把它用来当做这种局部的高光 就属于一个非常的全能的一个产品 而且也很好使 就是它的这个formula 它的这个整个质地啊 使用感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很便宜 就是17加币吧 但是对于ELF来说 其实不便宜 但是对于一个底妆产品来说 算是很便宜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我最近就一直都在用它 这个遮瑕呢 是那种Clean Beauty的系列 Cosex也挺火的 最近非常非常火 这个颜色我买的是02W 就是一个warm的一个色号 然后也挺符合我的脸色 肤色的 就是它的色号处还挺全的 所以你肯定可以找一个 很匹配你的一个色号 其实我最近皮肤状态 就是没有很好 因为我就是又开始长痘 风又长痘 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的A唇 就开始脱皮等等 但是用这个遮瑕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也没有说达到一个很无暇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里面状态确实太差了 但是就是在这么差的一个情况下 用这个遮瑕没有让我觉得 就是属于那个妆特别丑 不能出门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它没有说很严重的卡粉呀 或者说卡到这个纹路里面去 眼下我用这个非常非常的适合 因为我眼下属于很干很干的那种皮肤 但用它我就没有觉得很拔干等等 很滋润 但是它又不会脱妆 又不会就是浮在脸上 不会起来 然后再来说一下夏天必备的防晒 每年夏天我基本上都要买很多很多防晒 然后今年一共买了三个防晒 都是还挺火的防晒 就是Sephora上评分比较多的一些防晒 然后这个防晒我是用来拿来吐槽的 我想分享一下 因为我也买了 我想给大家闭一下雷 这个是New Stix的一个物理防晒 它是防晒值30 它开始是一个mineral sunscreen 当时我为什么买它是因为我在手上试的时候就觉得哇它好滋润就好舒服 因为冬天的时候我的皮肤还挺干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多化学防晒很拔干 我就买了这个物理防晒 我就说应该不会很干很舒服 实际上它上脸特别特别的色 然后又很厚重 还就是会peel 就会起球 就会搓泥 然后整个就是个无法用的状态 虽然我也因为买了它 我也想忍痛用一用 偶尔我会在家的话 我不出门的话 或者不化妆的话 我会用一用 但是我真的非常不推荐 不买 不要买这个 不要买这个 OK 射量这两个呢 一个是物理防晒 一个是化学防晒 然后我先说这个物理防晒 我其实一直 我就是从2019年可能开始 我就只用物理防晒了 因为就听了很多 网上人分享 是物理防晒对皮肤好啊 什么等等等等的 物理防晒会比较滋润的 等等等等的 就听了很多物理防晒的好话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物理防晒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物理防晒 那物理防晒呢 它比化学防晒要厚一些 因为它就是它的质地 本身就有这种限制 它不化学防晒要厚一些 所以我一般很喜欢 在冬天用物理防晒 但是像这个物理防晒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轻薄 就它整个是一个 它其实你这样 你们这种化学防晒 就用甩起来的时候 是有那种液体 就那种液体液的声音的 这个也有 但它是个物理防晒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就是很轻薄 非常轻薄 已经几乎达到了化学防晒的轻薄感 但依然是一个物理防晒 当然它的唯一问题 就是它的防晒就要低 只有30 所以这个是我冬天用的一个防晒 但是我很喜欢 很喜欢 我推荐过我身边很多人用 我觉得Summer Fridays的东西 我普遍都还挺喜欢的 目前没有太多的彩雷 我推荐过不少他们家的产品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然后它里面是没有颜色的 挤出来就是一个 这种乳白色的一个质地 但其实是涂开 是没有任何的颜色的 很轻薄 然后很好推开 也不搓泥 然后也不跟你装打架 就是很完美的一个防晒 缺点就是SPF少了点 所以一般大夏天很晒的时候 我不会用这个 但是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OK 另外一个是这个化学防晒 这个防晒真的是我没有做任何的research 我没有读任何网上的评论 我没有看小红书 我就是在斯芙兰退货的时候 我去退都不洗 然后台上就摆了这个 然后我一亩的时间我就 哇 我那时候就惊呆 然后我直接买了Jumbo Size 我直接买了最大的 71毫升 而且还是我不打折 我全价买了这个 就是你们 如果你是斯芙兰的老会员 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因为一般来说 我都会等到Summer或者是11月时候打折的时候再买东西 我是全价买了一个 而且是一个Jumbo Size 而且是我随手挑的 我当时就直接就买了它 对我当时是有上市有多么多么的喜欢 而且我只用物理防晒 但这是个化学防晒我也买了 因为一它有SPF40 稍微高一点比较适合夏天用 二是它真的有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光泽感 挤出来的时候是有点点珠光色 但实际上涂开是没有这个颜色的 你看看这个光泽 你看看这个光泽好不好 就这种贝壳出光感的光泽 太太太太太漂亮了 当时我在退货排队的时候 我就是市手上 我看到这个颜色之后 我就马上挑了一个最大号的 我直接买了张博赛 而且是不打折的时候买的 太好看了这个光泽感 而且是那种 不是那种金属感 它就是个漂亮的光泽 它就是一个全脸的光泽感 这种贝壳感 我当时觉得这个光泽水 太好看了 而且我买回家之后 我发现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特别适合夏天当成primer用 因为它又是有防晒 同时它还有一个光泽型妆前的 这么一个妆效 所以就是很方便 因为我夏天不太喜欢涂太多层在脸上 因为很热嘛 你想如果夏天的话 你要先抹精华 又眼霜 再面霜 然后再防晒 再涂个primer 再涂粉底 我觉得太多层了 所以这其实就是个二合一的产品 我基本上就这两个选 就看我当时的这个妆容的需求 如果我就是真的是出门买个菜 什么这种 出门一个人不见人的话 我就涂个这个 然后遮瑕就够了 就这个组合就够了 如果稍微需要多一点遮瑕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加它 如果再多遮瑕的话呢 就是小方皮尔分泌液加遮瑕 所以这两个产品 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可以选物理防晒呢 你可以选这个 如果你更喜欢光泽感 化学防晒的话 你就选这个 反正两个我都很喜欢 接下来呢 我来说腮红 这是merit的这两个 高涨腮红 这个是他们家的旧包装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新包装 这个颜色超级超级的火 斯芬兰都买不到 经常钻货 然后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网红色号 这个棕色这个色号呢 叫terricotta 是一个这种 就是欧美感很强的这种 焦糖色的这种腮红 然后这个是最近很火的 这种芭比粉 最近突然流行这种baby pink 这个叫做stockholm 这两个腮红 我都很喜欢 但最近用这个非常非常多 今天我用的这个腮红 但是我录了很久视频 这样估计快蹭霉了 然后我其实一般 不会这么直接这么上脸 就画啊 我一般就要不就用手指 要不然就用刷 其实用刷子上很方便 就跟普通的粉妆 像是一样的上法 完全没有什么区别 我一般是不会这样 直接涂脸上妆 但是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 一个baby粉 但既然上脸没有那么冷 它没有一个冷色调 其实上脸还是一个 就是很清纯 比较阳光的 这么一个少女感的一个腮红 但不会觉得你半嫩 不会觉得它是那种 很死亡的那种颜色 上脸就还是比较自然的 这么一个light pink baby pink这么一个颜色 而且你看它其实涂开 是很好涂开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 也比较自然 就不会是那么 很显色的那种 新手不友好的腮红 这个就还是 新手比较友好 不会像那个 rear beauty那种一上 就感觉就 特别特别多颜色 这个就是比较好操作 比较好晕开的 这么一个腮红 而且我最近发现 就是夏天 因为很热 然后就是不停的流汗 一个我最近发现 一个很好的一个窍门 就是你先涂一个 这个液体腮红 然后液体腮红 上面再打一层 粉上腮红 就是特别特别 特别的持久 就是根本的不会掉 我当时六月初 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 特别热 那天是三十度吧 然后我们又穿那个 毕业那种大长袍 热的不再昏 我就是一直就是在出汗 全场都在那儿 山山的 特别特别热 当时我就用了这个腮红 然后再给一个 粉状的一个腮红 两个腮红在一起 然后就是 我靠面看那个照片 我的眼妆都没了 那个口红也没 那种腮红 就是一直都特别特别的显眼 就非常的持久 所以就是液体打底 然后再用粉状 再上一层 非常的持久 然后这个颜色 我也真的很喜欢 这边很漂亮 就是特别的青春阳光 然后又一点少女感 但是没有那种 特别嫩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很 很漂亮的一个 少女感的一个 这么一个颜色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又活活的在倒里 没有那么吓人 不是那种就是 很紫很紫 baby pink 就很自然那种 baby pink 很漂亮的颜色 Stockum 然后后面就全部都是口红 因为就是最近我的 妆容变得非常的简单 我基本上不化眼妆了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 底妆 然后眉毛肯定要化 然后就是一个腮红 我就非常喜欢买腮红 最近就各种颜色的 是因为 眼妆会不化了 就是颜色就基本上 都在腮红上体现了 然后就不同的口红 所以腮红跟口红 说买了最多的产品了 现在 所以呢 我一共有 123456口红的推荐 我先说一个唇线笔 也是这个 Rare Beauty的 我自从用了 他们家的粉底刷 跟那个遮瑕刷 我就一发不可自拔 是这么说的吗 我就开始疯狂 用其他的产品 然后这个唇线笔 是我今年发现 很喜欢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两个颜色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 我最常用这个裸色 还有一个是 稍微深一点的这种 就是 有点类似于那种 Toasted Orange 那种感觉 就有点橘棕 对 有点橘 然后这个颜色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 亚洲妆容来用 然后这个可能更适合 欧美妆容来用 然后我今天 唇线笔用的是 这个颜色 裸色这个颜色 叫做Talented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很标准的一个裸色 然后呢 稍微橘颜 这个颜色呢 叫做Fun 这个颜色叫做Fun 这个色色还是挺准的 上面这个颜色 就比较橘一些 下面这个就是 更裸 更neutral一些 然后这个也算是 比较持久的一个唇线笔 可能不是我用了 最持久的吧 但是也够持久了 也够日常用了 然后呢 它这个包装设计啊 FORMULA呀颜色什么 我觉得都很好看 尤其是这个Talented 我看过很多欧美的YouTuber 也推荐了这个 裸色这个Talented 的这一个唇线笔 对很好用 六个口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先说给我嘴上现在的口红 也是我很喜欢 推荐给我身边朋友的一个口红 是这个Mario Makeup by Mario的这一款 然后他们家就长这个样子的口红 有两种版本 一个是里面带着 金色闪片那种很闪的 另外一种是没有带闪片 但它也是亮的 两个我都试了 我还更喜欢这个带闪的 然后这个颜色是他们这个系列 最火的颜色 叫做Browns Glow 它基本上是一个润唇膏的一个质地 薄荷感很强很清凉 但是不会痛 光泽度巨强巨强 就是特别特别闪的一个 但是又是一个唇膏的一个质地 又不是唇彩 而且一点 一点都不黏 这个质地真的做的是无敌 特别的闪 它不仅闪它很润 它就有那种滋润到唇纹的效果 不会看到那种唇纹 因为有些很劣质的唇彩 它那个金色的粉会卡进那个唇纹里面 就会很丑 这个就完全不会 特别特别的舒服 就是一个润唇膏的一个 肤感 但是又达到了非常亮的唇彩的一个效果 看起来很自然 但是又非常的漂亮 很闪的一个润唇膏 很喜欢这个颜色 而且很舒服 它这个薄荷感是 就是那种很清凉 那种薄荷唇膏的感觉 不是那种很痛的那种 Lip Plumper的感觉 不是的 就很舒服的一个唇膏 而且很好携带 很轻薄 就是塑料的一个质地 而且也不贵 这个唇膏很好用 然后我说一个比较贵的唇膏 是这个香奈儿的 这个75号 Fidelity吧 是怎么念的 是这个唇膏 这个口红火了好久 但这个是我今年新买的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那么深 它是一个挺自然的一个 我觉得是豆沙色 就玫瑰豆沙吧 但是我觉得它很显气色 就是那种素颜可以涂的那种口红 不需要唇线笔的那种口红 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颜色 然后也是那种一年四季 都可以用的那种 就是 可以用来补妆的那种颜色 不需要用唇线笔搭配 一个非常提气色的这么一个颜色吧 就它质地其实我没有那么的喜欢 它刚上嘴的时候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液体 化进那个嘴唇的感觉 但是你戴了一会之后呢 它有点拔干 就是也没有很干吧 但是就没有一开始那么舒服了 但是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亚洲妆人会很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是很百搭 然后很提气色的一个颜色 左边这个 这个是它新出的一个质地 右边这个呢 是它以前就有的一个质地 我现在这两个的这个质地是不一样的 我先说这个 老款的这一个 就是属于暖色 带点西游色的感觉 我觉得 它是有点透露的嘛 上嘴其实跟你嘴唇颜色融合是很好的 特别适合夏天 特别提气色的一个颜色 也挺舒服的 但它没有就是 一会儿我要讲这个Dior的这个唇油 那么润 就这个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窝油 没有那种油感 不像这个就是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这个就还有一点偏向于那种就是 唇彩的感觉 但是比唇彩要更油润一些 对 它是一个比较 可以随手涂的那种 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夏天素颜 可以用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这个颜色叫做 哇 这个颜色我不会念 Jatay 这是法语 你看它这个瓶子里 你能看出来 它比这个颜色呢 是要更清透 更薄一些 这个的 Tinted的显色度要更低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 真的透透了那种 少女唇浴 白开水妆的感觉 带一点点就是 很浅浅的粉色 但基本上是透明的 上面是这个新款 下面是他们家老款的 Maricash的颜色 但两个我都很喜欢 因为都很舒服 都是用随手携带的 这个lip oil 这个月月初去旅游时候 我就只带了这俩 就开心情换 但我就基本上 就只带这两个唇彩 然后不化妆都可以用 素颜可以用 很提气色 很舒服 就像润唇膏一样 特别润唇膏要好看一些 可能都不需要我提 但是这是我今年新买的 两个Dior的润唇膏产品 这个场馆 这个是我的回购了 lip oil是我这次第一次尝试 因为以前我买这个场馆 我就觉得很喜欢很喜欢 好像就不太需要买这个了 但今年我就是 两个都买了 都试一试 我真的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场合要用 像这个有时候 睡前都会用 就特别特别的 有功效 它有那种就是 治愈你嘴唇肌肤的功效 它不只是一个彩妆产品 真的是有那个药效在里边 可以让你的皮肤的 这个嘴唇状态 皮肤变得更好 然后会解决一些死皮的问题 所以我就睡前会用这个 然后包括就是 妆前在很重要的场合 像我变脸眼的时候 我会在 刚开始化妆的时候 就先抹这个 然后等我要上唇膏之前 再把它擦掉 这个嘴唇状态 还有一个prepping的这么一个功效 换成这个嘴唇的这个 死皮啊 整个状态变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更方便 后续上一些哑光的口红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功能性很强的一个 有药效 真的有功效的这么一个 润唇膏 然后像这个是一个lip oil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眉色的 对都没有颜色 这个0017也没什么颜色 就用了特别特别淡的粉 基本上跟没有颜色 没有区别 这个是他们家这个lip oil 这个是我冬天会用 因为冬天真的是太干了 比如说冬天我抹这个的话 风一吹 我觉得它就没了 就是它不够厚 像这个lip oil 是属于真的很厚 突然之后它风吹 要吹啊吹啊吹 得吹一会儿才能给它吹眉 因为加拿大冬天 真的挺恐怖的 就真的是很冷 很凌冽那种风 所以我觉得这个lip oil 这种厚度 才能抵抗住加拿大的风 一点点 所以这个我觉得冬天 很好用 很好用 真的就可以保护到 你的嘴唇上 可以把它整个疯死 还有就是它真的是一个 很闪的一个 彩妆的一个产品 因为 最近我把它揽摸 基本上就是一个唇线笔 然后呢 就抹这个就可以了 就整个就特别觉得 闪到你的嘴唇 看得很丰满 就它作为一个 就是cosmetics 这么一个效果 也是很好的 能够让你的嘴唇看起来 就特别特别的亮 特别的透 特别的厚 这么一个感觉 是很多 就普通的lip gloss 达不到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个lip oil 我再涂一点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就它真的是能够 就up到next level 这是下面我用了lip oil 上面没有用 它整个就是 因为它有个厚度在里边 它就让你整个这个嘴唇 就是 哇 就是变得特别的漂亮 你看这个对比 其实Dior家的彩妆 我觉得普遍是 我在我心里 是比香奈儿要好用的 所以 而且Dior也没有香奈儿贵 包括他们家的这个口红层 我买的挺多 我觉得都挺喜欢的 他们家各种不同的红系列 我今晚都尝试过了 我都很喜欢 所以 这样的产品也是 我觉得会一直回购吧 像这个我就回购我一次了 这是我买第二款了 我觉得会一直就是要背 这样的产品 而且我目前没有找到 可以替代的 有些产品属于 就是看着好像一样 但实际上这个使用感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两个 真的是没有平替 我自己是很喜欢 这两个唇油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 节目内容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 在这边点一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